五十九,《信報財經新聞》2014年3月29日報章 C.07元學世情亦經三財敗五壞破清明數目探被清明, 一般在每年新曆的4月5日左右,雖時百民在,萬物生長此時,皆清極而明亮。 故為之清明,清明節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歷史,據中國傳統文化大觀記載, 清明節始於周代,大至到了堂代,韓食節與清明節合而為一, 變成清明節的一部份,明帝經景物略在,三月清明日,男女數目, 擔題專合,繳馬後掛處定,餐餐延滿度也,拜者、拉者、哭者、 慧慕除草添討者,墳處定次,以至前置墳頭。可見,清明數目,在古代十分盛行, 清明數目的習俗來源於韓食節,傳說春秋時期, 進國國軍之子從以為躲避陷害,流亡在外,有大臣戒指推等人陪同, 一次從以因機外運倒,戒指推隱痛葛育主湯救其主,後來,從以回國造了國軍, 進民公,便對有公之神進行封賞,卻不慎忘了戒指推,戒指推因此葵母隱居棉山, 進民公親自上山尋找,戒指推避而不出,於是進民公下令放火燒山,以此來逼戒指推下山, 結果,戒指推母子抱一火大樓樹而死,進民公事後追悔莫及,為了紀念戒指推, 進民公下令把放火燒山的第一天,也就是清明的前一天,定為韓食節,即禁忌煙火, 韓食一日,第二年韓食節,進民公大眾神在棉山下韓食一日,第二日清明節, 素伏淘寶登山製甸戒指推,見大樓樹復活,便值其支條編成圈大在頭上, 並持大樓樹為清明樓,後來製自戒指推逐漸演化為公眾數目製造, 素無意義民族大多起源於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如丁壽括 需求,如消災、驅邪、被禍、祈福、許願等, 筆者認為,清明節的習俗之所以能自古然自今天,是因為清明節紀念的對象是以古的親人, 所以,清明素無既是人們對死者的尊重,又是對以故親人的懷念和因報, 將古人說飲水因緣,神中追緣,可見古人是此為傳統美德, 最清明節者一天祭祖,想墳、素墓,事後人對祖先盡孝的一種體現, 藉此可將這種傳統孝道代代相傳,不斷延續, 很多人問,古人為何選清明素墓? 據筆者按懷南指,天文訓在,春婚後十五日,鬥子月,北斗星鏡子向月位, 則清明風字,清明風是指比較溫暖和許的東南風, 這時天氣逐漸會暖,陽氣上升,天地間陰陽之氣交換, 此時,正時活人與亡人進行精神交流的最好時間, 但,後人在清明節制拜和整修仙人的墓地,使墓地氣象一身, 充滿生機,會獲得一年的深壓郎W, 並使祖先的在天之靈得到安息。 仙人雖以勢去,但通過素墓,仍與後人聯繫在一起, 習俗愛蓉一,素墓,俗然約,三月清明與薰薰,家家戶戶上祖墳, 民間信仰認為,祖先如果在墳墓朵和多、安穩, 其子孫後代才能繁榮昌盛,輕旺發達,祖先的墓地連結佛偷 H 的情感,所以,至古至今人們都十分重視祭祖素墓, 按照舊時習俗,素墓時人們要攜搭走食果品, 祖先等物來到墓地,將食物供祭墓前,再將祖先墓化, 拼為墓墓添加新土,然後叩頭行禮制敗,最後吃掉酒食匯家。 古人認為,清明時節,萬物復甦, 親人的靈魂也會騷醒,並能收到食物和寺前。 二,插樓,中國許多地方清明有插樓和大樓的習俗, 據說也是為紀念戒指推,戒指推為明治首席而墳身大樓樹下。 第二年,晉文公上山制拜戒指推時,發現被燒焦的樓樹還能復活, 便認為樓樹強大的生命力能吸人以生的希望。 馮陽柳套稱,便是戒指推在獲重生之時,掃墓後在墳上插樓之, 是人們對生的渴望,既希望死者永生,尤其願生者長壽, 在古代,清明節又是鬼節,正是百鬼出沒之時, 已在佛教中,觀世陰菩薩守持寶瓶中的樓枝暫水可普道眾生。 因此,人們把樓師為吉祥物,認為清明節在門口插樓能被斜。 三,搭清,搭清是傳統清明節的一項重要活動,其意義在於順應時令節氣, 清明時節,生氣此乘,萬物生法,人們積極主動地迎合時氣,出外搭清, 能沾上清明時為天地之靈氣和生機。 古時,一些狗惡病床或連邁體弱者, 習俗上這天都一定要由家人參阜到室外適當地走一走, 以蓄其體內的陽氣流轉,有利於身體健康。 否則,病人腸惡病床,病情可能會加重, 北宋張澤端的清明上河途中,共惑1643人和208頭動物, 還有車樑,船隻和房屋,表現了中國古代清明節的泛榮景象。 可見,古代的清明則不止是素墓製造, 還是一個歡慶節日,同時含有春遊搭清、速谷、 不河、放風箏等戶外活動, 不者認為,清明素墓、插樓、搭清等習俗體現了陰陽協和與 師親寶欣的文化傳統,注意事項一,從堪漁學角度而言, 素墓的時間最好選在陽氣比較旺的時候, 從上五九時至下五三時之間最好, 天未涼和日落時不如素墓。 二、素墓時,穿素色衣服裝眾宿木, 可表達對先人的開思。 三、素墓時要施動力例 二、神情宿木,徹記粗言粗語,大聲圈話, 更記對亡者說不敬的話。 四、素墓時要集中精神,專心自治, 不要東張西望,不要批評和踩踏別人家墳墓。 五、孕婦,病人及年幼的孩子不宜去素墓。 六、按照古代習俗,素墓無回來, 在進家門之前要跨火盤, 古人認為這樣可以驅除陰氣,讚文,五懷樸。 修圖中 Pad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